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五蕴它所带动的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烦恼跟阅历 举一个例子 应光大师说 你老是喜欢在三戒里面投胎 就使用这个五蕴 它有什么过失呢 应光大师很喜欢举文昌帝君做公案 他说 文昌帝君做了十七世的师大夫 古时候能够做师大夫 那是中央级的官员 而且他每一生做官的时候 都是为老百姓造福利的 他修了很多福报 所以他第十八世的时候还是往生道御借天 他要往上升的 但突然间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秦朝暮年 大家生活很困难 所以他在往上升的时候看到众生的痛苦 生了悲悯心 所以这个人的念头一动 忍着心动 这个念头一动就带动业力了 就到人间又投胎了 仰仗他的福报力 就投胎到汉高祖的爱妃 就是七夫人那里 做他儿子 就是赵王如意 中卫 文昌帝君是携带着十七世的福德力来投胎的 所以他投胎以后 历史上说他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 他的脸有帝王之乡 第二个 他的个性得到汉高祖的赏识 他觉得这个赵王如意虽然不是敌长子 但是他的个性 兄亮 他的智慧判断力 都跟汉高祖比较类似 反而与后所生的儿子 这个刘盈 就是后来的汉惠帝 跟他的个性不相运 所以汉高祖曾经有一次要非常利诱 要把刘盈的太子给废了 律赵王如意 当然吕后反对 吕后就召集了所有功臣反对 后来汉高祖只好做罢 但这件事情就激怒了吕后 所以在汉高祖死后吕后就报仇了 首先把七夫人给杀了 七夫人在汉高祖生病的时候就知道大难将至 他赶快把他的儿子送走 就说你赶快到赵国去 到你的封地去 离开朝廷 或许能够免除这场灾难 但是吕后还是不简单 想方设法把他调回来 把他给杀死 中尉 你杀的不是一般的人 你杀的是一个大夫的知人 所以文昌帝君在那一生受到重大的刺激 因为他平白无故遭此灭门之祸 所以他心怀仇恨 就启动他后来的报复 后面我们就不讲了 总之他那个仇恨心意启动以后 他就变成一只龙 然后就牵慕很多的众生 杀了三千多个众生 后来变成一只独龙 我们现在只要看一件事情 文昌帝君在三界轮回 本来是一个千千君子 独圣贤之书 修圣贤之道的千千君子 他怎么就变成独龙 请你告诉我答案 这个就是生死轮回 你不知道你来生要去哪里 你的色寿想行使隐藏了无量的烦恼业力 你不知道你来生会遇到什么人刺激你 为什么讲诸行无常还不太可怕 诸法无我最可怕 轮回就像抽签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你来生会遇到哪一个冤家 做出可怕的行为去刺激你的烦恼业力 然后让你堕落 你不知道 诸位 我们平心而论 文昌帝君能够保持十七世的人生 这个已经是不简单了 你说人生 你前生做人 今生又做人 来生又做人 以应光大师的标准 你能够连续三生做人就很难 你知道吗 应祖说三世愿 他说一个人做人 第一生刚开始从三恶道出来 贫穷 有善根的人遇到贫穷他会起残愧心 修福 第二生享受福报 第三生堕落 按应祖的意思 你人生能够保持三圣做人 就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文昌帝君做人做了十七世 都还是世大夫 都没有堕落 到了第十八世遇到了礼后这怨亲债主 刺激他的称心 启动他复仇之路 从此以后堕落 这个就是佛陀为什么生大经步 我们一个资良位的菩萨是经不起刺激的 说实在的一个圣人你刺激他 他没关系他心无所住 我们对于外境有强烈的感受 这个感受会引起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很难摆脱感受 这就是为什么当外界起火的时候佛陀会这么的进步 因为第一个动荡不安 第二个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小孩子什么时候要堕落 你永远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会激发我们的烦恼跟邪见 环境越不安稳寿命越短暂 越不容易解脱 轮回就是你不能经常投胎 按照佛法的意思 投胎的次数要越少越好 因为你每一次投胎都充满了变数 所以从资良位菩萨的角度 我们到一个地方受生 我们希望一投胎 你要给我长一点的寿命 对我们是有利的 你不敢说无量无边阿僧奇节 你好歹给我二十节三十节 必须要一个稳定的时间来修学 但是不幸的是 当我们进入五拙的事的时候 寿命短暂 我们不得不数数投胎 结果 你活了八十几岁 佛法才懂一点就死掉了 来生又是懂一点点又死掉了 完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就是佛陀为什么产生进步 这个地方说 这个房子是又老旧又破败 第一个环境动荡不安 更可怕的是寿命短暂 你不得不经常投胎 你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 接受新的考验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冤亲债主会出现 不知道自己心中的烦恼业力什么时候被激发 这就是佛陀改变策略的重点之一 就是三恶道的危机已经开始出现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